好,一開始的時候我想請各位同學來 我們先來先簡單的討論一下說到底個案講了什麼東西 那我想能不能請學中在哪邊 學中,能不能幫我們簡單的說一下說 這個個案在講什麼story 你是不是有麥克風 給他麥克風好了 你說有一個主角叫Mark,是不是 他是我們工廠的加速技能製造物館的經典 是 他剛來一個月之後發現 他都只用一些魚料來製作一些裝飾品 然後因為他是一個飲食的植物 所以他要探討說要不要處理這個問題 然後因為這個問題是有違反到公司的規定 你所謂的臨時性的,指的是誰是臨時性的 Mark 是臨時性的 就是,新來了 所以他只是part time 而已,做完就走了 不是,因為他的... 他要輪掉他的塞門 他在其中的塞門是目前只拍到這個規定 OK,好 所以輪掉什麼意思? 我可以把這個人鋪得更精準一點 就是他在快速升遷 好,所以Mark 這個人 他是一個算是快速升遷 這種所謂的一個 他叫做什麼? Accelerated 之類什麼東西的 是不是? 這樣子的東西, fast track 的人 所以算是一個快速升遷的 類似像是儲備幹部 MA Associate 這樣子的角色 好,還有呢 還有什麼訊息是 你覺得這裡面來講 是很重要的一些事情的? 那些會偷用材料做自己個人視頻的員工 都是績效良好 然後也樂於分享他們專業知識的資深員工 OK,所以這邊有一些人 會去用這些魚料的這些人 他們一方面來講 他們是senior 然後並且他們是好的員工 是不是? 算是一個員工 OK,怎麼說他是一個好的員工? 他們樂於很想辦法的知識 是 他們願意配合公司 進去跟他們做他們主動加班 是 然後他們也是加班的一個主力的成員 對 好 還有什麼重要的訊息 是你們覺得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的? 就是他們工作 他們願意工作 為完成工作業績 是 是 對 然後就代表說他們其實對公司 是整個國防認同公司 第一個 你覺得說他們認同公司的文化 好 很好 還有呢? 那個 他的時薪是 22.18 等等等等 你現在的他指的是什麼? 我記得他們要依照Skill Set 那群員工 那群員工 好 然後加班費是1.5倍 好 所以 目前的時薪是22.18 然後還有1.5倍的加班費 Good 還有什麼訊息? 那個廠長 是 沒有特別想去care 就是他們用材料 和口罩這些裝置 你說他的廠長 就是他的上司 對 那個叫Page 沒有特別想 就是 欸 Page大還是他大? Page大還是Mark大? 他問Page 狀況 Page說他沒有特別想 例如像那個supervisor 那個場地的supervisor 然後 然後 年輕的人 如果用材料做一些 像我的東西 年輕的人做了一個音樂 這樣就會罵得醜 嗯 然後 老的 而且 老的罵得 感覺很不錯 現在沒什麼 沒什麼 好 所以 另一種東西 你看到有一些所謂的一個 Senior Junior 的一些差別 是不是 然後對 Junior 來講 用剛才 講的東西來講 事情是說 Junior 有人曾經做過一個煙灰缸 做完之後被大家罵 但是對於資深的人來講 好像這個東西 大家並不是太 可是那是因為 那個 Junior 它是用 新的材料 OK 所以問題不在於這個 Junior 他是 Junior Senior 囉 而在於這個人 他白目到 去拿 所謂的新材料 嗯 然後並不是 那這些 Senior 的人用什麼材料 他們用廢料 廢料 好 所以他們是用廢料 好的 好 還有什麼重要的訊息 他們那個 他們每年會拿他們自己送 那個 董事長 做自己做的東西 去給 類似精力吃的 就像有人調走之後 會給他當 Souvenir 然後那個 Bar 對 前任上司很喜歡 他們做的東西 還拿去跟其他精力炫耀 嗯 好 所以 所以好 當他給前任軍理炫耀的時候 這有什麼意涵在這裡面 代表那個精力其實是認同他們 經理知道 經理並沒有大金小怪 對 好喔很好 還有什麼重要的訊息 呃 剛才前面有提到 那一群功能 然後 那一群功能 他會直接加班 嗯 但是他前面有提到 是 他們從別的部門 他們本來是在做產品原型的部門 對 然後 他們在原本的部門 其實很多能力 是會被新的軟體取代的 所以他們 我覺得 跟 我覺得認同那個造型是還好 我覺得 反正是他們怕被解固 我認為 他們怕被解固 所以他們才會主動這樣 OK 好 所以你覺得這裡面來講 部分原因事實上 並不是來自於說 他認同公司這樣子的部分 而是來自於說 想去 create some value 好 好 在這裡面來講 這家公司在找 這家公司在做的東西是 軸式發動機 是不是 那個東西 好 那軸式發動機 跟原先的那個叫做 離心發動機來講 是比較不大一樣的一個 技術的構造 那 早期的所謂的一個 飛行引擎來講 大部分是用所謂的離心壓縮 離心發動機 有主要的做法 但到了近期的時候 我逐漸在做 所謂的一種 軸式的壓縮 軸式的這種發動機 那 早期的時候 這家公司 這個工廠 它原先所屬的公司來講 是大的還是小的 還是很大的 還是小公司 IT 這家公司 很大 很大 在很多國家都有 它主要做哪些的業務 什麼樣的飛機 什麼樣的飛機 航太 有航太 給誰用的航太 軍方 軍方 軍民都有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像是 你們有沒有聽過有一家公司 叫陸克希德馬丁 有沒有聽過 台灣最近買的F16V 就是陸克希德馬丁 這家公司的產品 這家公司 它本身的營業額蠻大的 在很多國家都有 至少有三個 Billion級以上的事業部 跟五個 小一點的事業單位 這家工廠 它本身 算是一個 紙單位 主要是在做 發動機 這大概是公司的背景 好 我們先過來看一看 Mark這個人 能不能跟我形容一下 Mark這個人 是長什麼樣子 跳到下一頁 對不起 能不能形容一下 Mark這個人 想像中是什麼樣子的人 高財生 高財生 他都是唸第一次元 這個班 有沒有任何人 你覺得很像那個人的樣子 讓他給我們看一下 會輪落到中山 結果已經沒有第一次元 好 所以高財生 誰像高財生 像蔡英文是不是 像蔡英文那個樣子 不是 好 還有呢 還有什麼樣的特色 他自己的公司 他有一個 就是他只要玩三個 他就可以去 那個 然後 去那個 主要的業務部門 然後 還可以回家 好 所以他是 他是法國人 對 好 還有什麼東西 是Mark覺得很有趣的東西 可以拿出來談一談的 好 Mark是法國人 他本來念什麼的 他讀那個 工程之類的東西 他本來念像 工程之類的東西 對不對 他在法國的名校那邊念出來的 念完之後 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沒有走原本的背景 他只能去那個 哈佛 是 直接做哈佛嗎 是 他在投資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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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幾年試 然後申請到哈佛 他進入完哈佛之後呢 他去另外一家 去 顧問 顧問公司 去了一家蠻大型的顧問公司 然後呢 然後呢 在那個顧問公司 大概五年左右的時間 然後這一家 ITE 裡面 有一個很有趣的一個 叫做 我們在術語上叫做 管理發展 的策略 是說 我為了找尋未來的一些 企業組織內的管理人才 所以我去選擇 在TOP的一些 顧問公司當中 找尋這種所謂的一個 Middle Citizen的人 就是差不多工作五年左右的人 把他們挖過來 然後試試看 在一些輪調的任務上面 以及說 以及後來給他去處理 一些管理的事情當中 看看說他的表現怎樣 如果好的話 就把這樣子的人 當作是我們公司的一個 未來的一個接班人 這樣子的政策囉 這跟人管有關的部分都好 那麼 在這樣子的背景之下的時候 我們想像一下 他聽到這樣子的背景 他第一次進到這些工廠的時候 他會有什麼樣的感受 他進到這個工廠 他進到這家公司之前 他一進來就進到 進到工廠裡面了嗎 沒有 沒有 他本來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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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那 我們 在各位來講 各位可能有很多 類似這樣子的經驗 你們 之前 你們計算有沒有去過 工廠這類的地方 有 你們進去的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工廠的產線嗎 對 你們第一次看到 什麼叫產線的時候 你們的感覺跟感想是什麼 沒有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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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噪音空氣都是很不好的 很熟悉的環境不好 熟悉的環境 蛤 你說什麼 熟悉的環境 什麼意思 就是 呃 我待過了一陣子 之前 我待過了一陣子 我待過了一陣子 你說 你以前待過工廠 喔好 我在好奇的是 這些沒有待過工廠的人 好 你們還有什麼其他的一些感受 看完那個 進去完那個地方之後 感覺在裡面工作很爽 解釋為什麼 因為那個環境就不是適合我們 不是 並不適合我們這種 堂堂的MBA等級的人進去 是不是 其實不熟悉那個環境之外 然後 同時他的那個整個 會不像 人可以在那邊走待的環境 然後再來是 他們在那邊就是製作單一的事情 然後他們的 感覺就是很機械式的操作 就是整個人就是很 無趣不適合 一直在那邊走待的感覺 你會不會覺得那些人 下等人家 蛤 你會不會覺得那些人 對你來講像是下等人家 蛤 是你會這樣覺得啊 只覺得他們 生活的改變很好 如果一直工作 只有在做那些事情 你會不會覺得跟你算是一個 不大一樣的一種 社會群體的人 是不同社會群體的 沒錯啊 可是不是高低的問題 是他們的工作性 和我所嚮往的工作性 你覺得 那當你看到這些 這些產現象的人 在做事的時候 你覺得 他的智商高還是你的智商高 這個不好說啊 但是還是 沒有 我覺得 沒有 我現在問的是一種心中的感覺喔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是 自己看起來應該比他們高級一些 會給你這種 心中浮起這樣子的感受嗎 會有一點點這樣子的感受 沒有 老實說我覺得還是鬼 然後 但我 之前去實習的時候 就看那些 就是煙鏟的 有什麼 就覺得他們 其實 也是蠻在動的 嗯 好 但anyway 對我們這些讀書人來講 我們出到工廠的時候 我們常不瞭解說 常常覺得說 你們做這些 固定的動作 有什麼稀奇的 你到底會什麼 為什麼 假設你會那麼多的知識 只能做這麼簡單的東西 所以你可能會有一些 呃 內心當中會有一些忍不住的一個 自由 有一點忍不住的優越感 雖然你自己心目當中覺得說 不 我不應該有像這樣子的感受 這是錯的 但是對於大部分的人來講 很多人心裡面 會不小心浮現起 像這樣子的東西 是不是 我這樣講的話 你可以接受嗎 我用這樣子的講法來講 可以啦 就可以接受 對 喔 好 這是在 馬可剛進到這個地方的一個狀況喔 好 這個地方我們待會再回來這邊再討論 來 再來 如果我們回到個案裡面的描述來講的時候 這一家工廠 你們剛工廠形容來講 工廠是一個很苦悶 環境很差的地方 這些簡單的工作 所以 看完 當然 所以這樣 你們看完產線之後 你未來想進工廠裡面工作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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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看完個案的描寫之後 你們覺得這家工廠 是不是個 是不是個 好的工作的地方 或者 是不是個 可以被接受的地方 特別是跟你們 之前看到過的工廠相比 好 一個人覺得工時太長 好 一個人覺得工時太長 那 如果撇開工時來看呢 OK 所以第一個 你覺得 會給一定 五倍的錢 是 第一個 這個工廠來講 你目前看起來來講 工作上是有自主性 反應在什麼地方 反應在什麼地方 是 然後 當天來講 是self-organized team的做法 然後 每一天早上的時候 他會先把裡面的人 叫過來 跟他們說裡面的任務 然後接下來之後 他們就有充分的自主權 來決定看看說 自己該怎麼完成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地方有存在著的 好 還有呢 很好 解釋一下 就是 老的 也不會長時間 會教新的一些技術 是 然後 還會一起 關送出關 這好像感覺很不錯 OK 所以看起來來講 然後 以及另外還有一個東西 你們看到後面那一頁 他們的那個 產線上面的 那叫什麼 員工名單的時候 看完之後 給你什麼印象 好 第一個男生 好 第一個男生 所以他 是不是性別其事 我們先不談這一塊 再來呢 年齡層蠻廣的 年齡層蠻廣的 看起來老中輕的都有 甚至某一些人 就裡面來講 有一個人 他是 事實上我父親 就在這邊上班了 最早的時候 有哪個Prototype 是我父親在做的 然後我本來也是 進來這邊 Prototyping 的那個房間來做 後來 因為我們公司的 在所謂的產品設計 的部分來講 他的程序有所改善 早期的時候 所有新產品 我們必須要先用手工的方式 幫他量身打造一個 所以我們有一個地方 叫做 Prototype room 這個地方 現在因為導入了 新的電腦的設備 所以呢 這個部分來就變少了 然後我們這些人 就逐漸的轉到了 一般的產線 然後裡面要注意到 一件事情 這些 從Prototype room 轉出來的人來講 可能他們都是 技術上面 更好的技師 因為他們要處理的是 來自於說 非標準化 過去沒有潛力過的 一些產品 所以他們就是裡面的東西 然後再來 還有一個很好玩的東西 是來自於說是 他的年齡層分佈 是很廣的 很廣的這個東西 代表的事情是說 至少就那個地方 來講的時候 他並不會有說 一陣一陣很大的 一個年齡的距離 並且看起來的時候 就裡面來講的時候 這些員工 至少某些人來講 他們可能有很好的一個 私人的感情 所以例如像 前任的經理在離職的時候 還來幫他辦一些 Welcome Party 這類的東西 所以看起來是個 在感情上面 也是個還不錯的地方 好 那麼 在學管理學的時候 你們應該都有學到過 有一個叫做 領導這個主題吧 在領導裡面來講好 什麼叫做好的領導者 領導者的效能 我要怎麼樣衡量他 我怎麼知道這個領導者的效能是好的 趙明的學生 趕快自首 我最喜歡 或者有人要證明趙明 趙明比較差 然後打敗趙明的門徒的 趕快舉手一下 你怎麼快都會放棄了 你是誰的 你是誰的 你這樣不對 他是誰統計的 統計的 統計的就算 統計的 在一般談所謂的一個領導效率的時候 我們會有哪兩個指標來衡量管理的效能 效率好不好 效能好不好 一員工的滿意度 二十叫做什麼 生產表現吧 對不對 肌效 對對對 肌效的部分 所以一我們剛剛證明的一件事情是 趙明教的 趙明教的不錯這一點呢 這也不是我們這堂課要代表的結論 所以謝謝 謝謝你的貢獻 所以我們剛剛檢驗過了 這是一個工作環境不錯的地方 那麼這個地方的工作表現好不好 好 好 好在什麼地方 有沒有任何的證據可以證明出來 它佔了全部的營收 百分之二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 這個工廠的營收額佔了百分之二十 然後再 然後再 好 好 所以 看起來是個表現還不錯的地方對不對 然後再來 這邊工作來講 看起來是那種很單調的工作 還是你需要動點腦袋的 也就是說你的工作常常 特性會改變的 會動腦的 特性需要改變的 所以並不是來自於說 看起來並不是說 我只要有機器有個人 放一隻狗去看看那個人 不要亂動機器 就可以成功的活下來的工廠 裡面是有高度技術的東西 那 接下來 我們就要問到第三個問題了 那 以現在來看這個叫做Mock的人 他碰到的最大問題是什麼 我們想像一下 想像一下 我是一個小菜鳥 平常我以前的工作是穿著西裝筆挺的 在我唸碩士班之前 我就是西裝筆挺 在後面寫一些報告 跟別人打嘴炮虎爛的 然後呢 這個虎爛的工作 我是做工程出身的沒有錯 但是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做 穿著很漂亮的西裝 跟別人虎爛的虎爛工作 第二份工作呢 我到了一個叫做哈佛商學院的地方 在那個地方當中 我的工作也是 坐在家裡面 跟別人讀完個案 讀完之後呢 而且我要把它讀懂 還有跟別人一起做討論 討論完之後 課堂當中跟別人 跟別人吵完架之後 再說 嗯 我很厲害 第三個呢 第三份工作呢 我又見到了一家顧問公司 顧問公司分很多種 但很好玩的是 很有幸的事情是說 我又進入到了 大家最喜歡講的 我們有什麼的策略 來 我們來做Renewal的策略 我來用什麼策略等等 來告訴我的客戶說 你該怎麼經營你的公司 或許你的公司做得更好 這是我過去的一個經驗喔 所以 我又進到了這家公司 他告訴我說 我們現在歡迎你過來 因為你過去有很豐富的一個 在你過去的顧問生涯當中表現不錯 我們相信你有很好的策略規劃的能力 所以我希望你進來我們這家公司 熟悉我們公司之後 如果熟悉的快速 並且你可以證實你有 把個部門做得好 這樣子的狀況之下的時候 我們會讓你升官喔 讓你變成我們公司外的CEO喔 聽起來有沒有覺得很高興 好 我剛剛講完的部分當中 我從來沒有經過工廠裡面 我都是在辦公室裡面的 所以我一進到辦公室 進到那裡面來講的時候 我看到的畫面是什麼 我看到的有一個東西 不是屬於我們工廠的產品 是一個裝飾品 然後看完之後 我又問了人家 人家跟我說 可能是某個人做的吧 好 那這時候對你來講 你的感受的問題是什麼 以前你為什麼會覺得那是個問題 以前你為什麼會覺得那是個問題 他的問題是什麼 育兒違反 違法使用 好 因為有人違法使用的餘料 是不是 好 那剛才 我們剛剛討論的時候 有人告訴我們說 這個事情有大有小 對不對 好 那這件事情是大還是小 對你來講 大是小事 如果你是他的時候 或者回到你的定義來講 因為我相信你 你就是那種 跟工廠不是很要好的人 所以你們都有收身管 他們公司有規定就是 要保護財產 就是公司的財產嗎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算是 不是一個大事 OK 對你來講 這就已經是大事了 好 為什麼這是個大事 喔 OK 好 我們來這樣子來試驗一下 我就想起來繼續玩這個遊戲 我就喜歡玩這個 好 那對不起 我現在換到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那 你絕對是大事 不應該拿公司的東西來做 這個人才來幾年 剛來沒多久 沒有很久對不對 裡面是不是有一對老的技師們 很早就在這邊了 連我老子就在這裡了 我也進來了 好 對於這些人來講 這個事情是大事嗎 小 小 什麼樣的小事 這是個錯事嗎 每天都會做錯事 他們就是會這樣做 所以大家都會做錯事嗎 還對他們來講 這個不是錯事 OK 很好 為什麼 他們覺得這個事情 可能是他們平常會交其他新的 外面 他們會覺得不是很重要 可以用自己的事 所以我有些特權 可以偷公司的一些東西 公司沒有給我 這是你現在的感受 對 好 還有呢 我們來理解一下當事人的心態 我們不要直接就說他是Bad Apple 應該是他會把這些東西做給主管 結果主管就很開始跟大家講 都不是聚焦的說 OK 所以 對主管的行為來講 他會覺得說 把這些東西拿來做成一些特別的東西 來當作紀念品 是一種成就 是一種成就 好 好很好 還有什麼東西 裡面有一段很有趣的字眼在裡面 好 就我自己的觀念 我覺得 因為他們做的東西 是比較高的技術 產量 所以他們比較不會這樣子講 或是 或是一個 不出價那種感覺 所以 所以他們的運用 在運用上 不管是在時間的調配上 或是在用料的調配上 都不會像傳統 講求回國經濟的工廠 那樣 不會非常講求效果 是比較難性 但是他們碰到之外的單位 價值又等 是 就好像 我們平常都會說 你們知不知道這個桌子不能亂畫的 知不知道 知道 那如果我在上面畫了一張清明上河圖呢 所以 裡面有建立的把垃圾變成一個個人網站 對 對於他來講的時候 對於裡面的人來講 他們會不會覺得說自己是在偷東西 對 就我舉個簡單的例子來看 今天你醒了一個鼻涕 我只丟到垃圾桶裡面 然後 看一下誰到誰來撿 我想一下 我找個人來撿一下好了 好 然後呢冠婷在哪邊 冠婷經過這個垃圾桶這邊 他覺得這衛生紙其實還蠻好的 就把它撿起來帶回家 你們會說 他偷了中山的東西嗎 應該不會 應該不會 所以對那些人來講 就像我們剛剛舉的那樣子的例子來講 那是一個垃圾 好 那對於公司來講 這是不是垃圾 可以一點去換 那個嗯 好 對不起 我換一種例子來講 我們剛剛舉的是衛生紙是不是 來我換一種例子 那個嗯 好 這邊有人喝完一瓶原萃 就把這個瓶子就丟在這邊 他說他不要了 然後呢 剛剛說冠婷 我不知道大家要冠婷玩 這樣冠婷很可憐 我可以順便多抽一點人點名 好 那我抽到誰呢 柏訊在哪邊 我不能說柏訊拿柏訊的瓶子 再換一個人 好 對不起 好 然後我抽到志賢 好 然後呢志賢經過完之後呢 志賢是個很環保的人 他一直相信說我們世上只有一個地球 我們不可以隨便浪費資源 塑膠瓶不可以亂浪費 所以當他發現說 好 柏訊把那個瓶子亂丟的時候呢 他就把它撿起來 然後呢 撿起來 然後呢 拿來就拿來自己在裝水喝 可是呢 好 可是 可是呢 來請記住我講的話喔 可是呢 好 如果他把它從那個 就是放這些 這個叫什麼 這種廢棄物的這種罐子的地方拿起來的時候 然後你們知道 知不知道 我們放這些廢棄物的這些罐子當中 是有人在回收的 你們知不知道 然後 那回收的阿姨看到志賢拿這個罐子的時候 如果你是回收阿姨 看到志賢拿這個罐子的時候 你會怎樣 偷我錢 就給你 不好意思 沒事 好 你會 你會覺得說 之前偷你的東西 還是你會覺得說 這個也沒有什麼事情 所以你可能會覺得 之前偷我的東西 是不是 不用像這樣子的方式來理解 好 那 這種情形之下 所以 對於志賢來講 這是一種廢棄物的重新在利用 對不對 那對於那個阿姨來講 就是所謂的一個 你偷掉我身上 可能他會覺得 我不能說一定會 他可能會覺得說 你偷掉了我身上的東西 好 那 同業的競爭 好 那對於這家公司來講的時候 這些所謂的一個 減下的這些廢料來講 到底算不算廢棄物 對你們來講 該不該算 不算 覺得該 好 覺得 覺得該算的人是可以跟我講一下你的理由 為什麼該算 覺得該算的人 廢棄物 算公司財產的 算公司有價值的財產的 因為可以賣錢就算了 你知道那個肥水也可以拿來賣錢 應該說公司有常態性就是在處理 OK 所以就那個例子來講 我們有阿姨都在處理那個瓶子 所以志賢一好心把那瓶子拿走 就是志賢偷竊了 對 對啊 對 你覺得應該要算對 對 有年文規定 那個一定是阿姨 要 屬於一個阿姨的嗎 學校是沒有 不過我們先假裝友好 先假裝友好 假裝友好 公司是靠那個材料在賺 可是學校不是靠那個材料 公司是靠那個材料在賺錢 你覺得 那些材料原本的產權是屬於公司的 好 是要買進來 有沒有人覺得說那些廢料其實應該秉持的事來自於說 我們把一個人的垃圾把它重新變成有價值的時候 事實上是我的一種成就的展現 所以其實我拿那個廢料來做些事情沒有關係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一位太好了 為什麼 他就沒關係吧 就沒關係是不是 好 來 我們一點點來 來第一個 你們覺得有價值的原因是因為說 公司可以賣就是有價值是不是 那本來就屬於公司的 對 可是公司用完之後 合法的處理掉 不打算用它了 就會把它用掉了 是因為可以再賣就覺得是有價值的 我覺得 對啊 不是因為賣就買了 好 好 賣 好 來 這時候我們好奇一件事情 回到剛剛有人提到 因為今天有人提到重大性 我們不是串通完的 所以我們先講一下 這一些所謂的一個廢料 佔公司一年營業額的百分之多少 有沒有人注意到那個部分 在後面有一張表格 是不是有列出來說 他過去每個月當中 他賣掉了廢料的價格 每個月三萬 所以十二個月是三十六萬左右 我們算四十萬好不好 這一家工廠一年的營收額差不多是多少 所以你們之前都沒有人順到這個線索是不是 這個是 所以你是把他的那個 就是 他說他賣那個 壓縮 是 大概四十六萬 然後是戰總瑜奏大概二十 然後還要把備品加了沒? 他備品還有訂單 應該是兩億七千多萬 好 40萬跟兩億七千多萬比起來的時候 這個40萬 你覺得他的一個 重要性大不大? 現在釣一塊錢到地上 你們會撿的人舉手 你有一塊錢 你剛上完大號 有一塊錢釣到馬桶裡面 然後跟那個扁扁站在一起 你會決定下來把一塊錢撿起來的人舉一下手 40萬應該還算大限 你點擊他 重點是他們用的量 他們只是做一些小送的意思 可能就像是幾億裡面的一塊 所以他可能連那0.1%都不到 還有更小的部分 別再拿回來做囉 好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會不會讓你覺得說 其實那個對於公司來講 不是什麼大東西 那只是不要的東西而已 對他來講 他真的有可能會覺得說 我是來廢物再利用囉 好 所以這是我碰到兩種人了對不對 對於這個新來的 以前臉都穿西裝的人來講 他會覺得說 你違反了公司的規定 那對於這些做了很久的工程師來講 他們覺得說這其實沒有什麼啊 事實上是有一種工業技術的展現 而且我從小被教的我要環保 把東西變得更有價值 那我可以把它變成更有價值的東西 有什麼關係 以及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說 這些工程師們做這個東西 是為了賺錢嗎 他們只是拿來做一些紀念品 一些小的在利用而已 對他們來講並不是 好 所以這次我開始出了問題囉 有一個人叫做Mark 一個所謂的一個 一個精英 對 學術的精英 今天踏上你們這個工廠來講 算是把我的鞋子弄髒了 很不幸的 為了當總裁 其實總要偶爾髒一下 另外有的人 在這邊 他也算精英 不過二十幾年當中 都在工廠裡面做事的 這樣子的精英 跟你們這些穿西裝的人 完全不一樣的 好 那麼 這時候 如果 你是這一個精英的話 你會怎麼跟這個工程師來做溝通 來 工程師我們已經有了 就是你 我們要找一個精英 來 有沒有人自願當精英的 為什麼每次都邵偉當精英呢 邵偉當精英 邵偉你要當精英嗎 邵偉你要當精英嗎 他都會玩反恐精英 好 邵偉 你推一個人出來當精英 你出來 你來扮演Mark 你來扮演那個資深的技師 出去 對 出來 我們想來理解一下 出去 好 因為你也是認真覺得那是沒有關係的事情 所以現在出來了 你發現他們有用這個料子 來做的這個水壺 然後這個水壺呢 這水壺呢 是你 好 你做完之後 你要送給他的上司 當耶誕禮物用的 好不好 這個瓶子也可以啦 你要做給他的上司 當耶誕禮物用的 他現在發現了 你要怎麼跟他講 柏勳 你知道那個 是公司的那個錢嗎 就那個鐵 雖然 公司是 是屬於廢鐵 但公司也是買進來 然後 作為材料 用完以後剩的嗎 公司也會拿去買錢 你也知道在廢鐵不會買的嗎 喔 沒關係啦 我問你阿哥 阿不你是要怎麼 等一下阿不 扣你工資阿 扣你工資 你要記住喔 你比他資深喔 喔 你二十幾年經驗喔 好啦 我跟你說啦 哈哈 咱這間 已經這夾褲了 嘿 不行 這邊有人聽不懂台語 哈哈 就是 那個 你做這個 你做得很久 對 大家都非常多 我們今天 來 阿你又沒來多久 阿就把我們這邊 弄成這樣 阿不這樣 是怎樣 欸你是那個經理 你覺得要幫他拍手嗎 還是你那時候會覺得很尷尬 不知道該怎麼辦 嘲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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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嘲諷 嘲諷 沒有 就 以前雖然沒有這件事情阿 就是以前大家都認為這件事情是對的 但其實公司有回憶 只是大家都沒有默示 大家默示了這件事情 所以 還是要跟你們說一下 其實 本身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但是如果 你們職業還是要這樣做的話 有兩種做法 第一是我會跟上銀討論 這件事情 是不是可以拿這些廢鐵實際去做 一些有創意的行為 是不是可以為公司 帶以後來收穫 然後第二就是 以後不要這樣做 不然就扣你公司 嘲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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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像一下 你做了二十幾年了 我都是這樣玩 被一個年輕小夥子穿個西裝 連到底什麼叫車床 跟什麼叫做 軸心發動機 跟離心發動機 都搞不清楚的人 在這邊跟我講這個東西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我也是這樣覺得 你有沒有要罵他 那你要怎麼罵他 還是你就默默的就算了 我罵什麼 阿阿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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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阿 阿阿 你確定叫老闆來電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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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哈哈哈 那 繼續 老闆就那個兩個做法 就我剛才提那兩個做法 真的嗎 可是應該說 我是覺得第一個方法可以考量看看 但是 這問題是因為 他們的問題是 等於說我要做這一個月的報告總結給上司 那 這件事情是 有個問題是上司帶也知道這件事情 好 先回來做沒關係 我們先回來做 這裡面還有很多好玩的東西 來 我們先問一下 如果依照公司的話 依照公司現在的規定和過去的紀錄來看的時候 如果有發現像這樣的行為的時候 公司就明文的規章來講 公司怎麼處理的 公司有沒有針對這個部分把它列入到公司的章程裡面 或者員工的守則裡面 如果有的話 依照公司的員工守則來講的時候 這個事情我們會怎麼來處理它 我們會怎麼處理它 好 在個案裡面的 我看一下喔 最後一頁 我看到最後一頁是不是 好 對不起我也要拿小抄對不對 可能叫我背起來的 所以它的Section 3A 3B裡面其實是有像這樣子的 它的重點之一事情是說 相關的東西是來自於說 它應該要保護公司的資產 如果沒有真的能夠保護公司的資產的話 之類像這樣子的東西 好 那麼在實際上面來講 公司過去有沒有這樣子的案例有發生 有對不對 有 那他們各自用什麼方法來處理它 誰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 有什麼方法來分享它的 處理它的 有些是被那個流汁提供的 然後又有些是 有些是 有些是有警告的 有些是有警告的 然後後來 都不是感覺太很重 都沒有給很重的懲罰 有沒有人因此被解釋的 有 好像有 喔 所以解釋還不夠重嗎 就還沒有到 送法院 對對對 那感覺次數不是很多 次數不多 你覺得是很少發生 還是被逮到的只有這一點 然後我覺得是看他們做的那個材料 就是 像那個被開除 他就是用那種 比較珍貴的材料 對 然後 有些像他是用那些被移植 或者是 他用的材料可能沒有很珍貴 他們可能就是用警告的方式 去跟他說 去跟他說 對 好 所以看起來這家公司裡面 是有名文的章誠 去處理這個東西 而在章誠裡面 定義出來的一些 相對上面 較為寬鬆的一些做法 例如像他說 我給你一些授權說 這幾個範目來講 你可以選 並且他會依照說 就目前的判例來講 看看說 當事人犯的錯誤 到底是大還是小等等 依照這樣子的方式來給予 例如像是暫時停職三天 警告 或者是開除這樣子的處分 好的 那 如果是像這樣子的話 如果是像這樣子的話 你是這一個mark 你現在的選擇會是什麼樣子 你們在作業裡面來講的時候 你是那個mark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來處理這個事情 好 嘉玲 就是跟他講清楚 不一樣 就有點像畢友剛剛講的 就是跟他講清楚 然後就說 不一樣 就是這一次不會 這一次就算了 可是之後會再講清楚 OK 你的答案是像這樣 來 我們調查一下 一個一個來 你會用嘉玲 類似像嘉玲和畢友那樣子的方式 就是 以前就算了 這一次以後不可以再這樣做 告訴他下面的員工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類似像這樣方式的 好 很好 這些同學能不能分享一下 你的原因 為什麼你會用像這樣子的方式 難道如果說 我今天說 某個人貪污了 被你抓到了 你跟我說 這次就算了 這次不可以再貪喔 這樣不會也怪怪的嗎 重點是因為他比較支持 就是我覺得對我來說 他在這邊比較久 OK 他比你 OK 好 所以你覺得這是一個 安全的玩法 其他同學呢 會用像這樣方式的人 誰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由 除了資深這個問題之外 因為他會違背到的一件事情 是說錯了就錯了 例如像 對於正常來講的事情 我先舉個例子來講 我今天 我今天在管庭那邊 把那個摩托車推倒了 撞倒了之後 然後我就走了 我就準備要走 旁邊一個教官看到說 我只能把人家的車子推倒 然後就算了 然後就走了 我說 不是推倒了就走嗎 大家都會這樣幹 然後教官就跟我說 這樣子做是不對的 然後教官就跟我說 好吧 以後不能再把別人的車子推倒 然後下不為例 然後就這樣算了 這樣會不會怪怪的 那如果會的話 那為什麼你會支持像者的做法 如果要追擊到以往的話 那代表如果之前有歷史的員工 有做這些事情 那他們其實也應該要接受一些處罰 你在問我嗎 喔 好 那所以呢 我覺得說這個先生的範圍會很廣 而且他們這些做的事情 應該是大家很久都知道 可是他們並沒有說一些警告 然後就直接要去補吧 大家 然後我覺得這樣子 就是一個摩托板 那很難配搭 而且尤其這個布沒有在公司 是很重要的 嗯哼 好 所以你覺得 繼續這樣子的理由是 先請告完就OK了 好 我們來看 你的建議呢 就是如果我是Mark 就是我會覺得 其實對於 這間工廠來說 用這些廢料生產這個 裝飾品 並不是太大事 我也可能 這些廢料的價值 就是有一點點 但是如果我是Mark 我會在意的是 可能他們每日的工作 目標設太低了 就例如說 假如說我一天這個工廠 我生產十個燈 然後 多餘的時間 就代表說 不過我可能只花了五個小時 生產十個燈 那是不是另外的時間 我就可以拿去做一些 我想做的裝飾品 所以我會覺得 那如果我Mark 我上任的話 我發現到 大家有利用廢料去做什麼東西 代表說 我其實是給他們的購太低了 所以我可能會把購調整到 每天生產二十個燈 可是你賣不掉呢 蛤 你又賣不掉 可是這樣子的話 就是可以 先存起來 因為我覺得殘忍 就是 我是擔心到殘忍的部分 我覺得他們的殘忍 沒有被什麼分利用 所以你的假設是 來自於說 他們可能是利用 一可能利用自己 上班的時間來偷做的 對 然後所以這個情形之下 不合理 那 如果說 等一下喔 好 聽懂這位同學的意思嗎 他的意思是 來自於說 對於他來講 他覺得說 這反應出來的事情 是來自於說 這些員工太閒了 沒事幹 給了 明明給了他 他每週要平均上幾個小時的班 四十 四十七個小時的班 那 雖然你都報了四十七個小時的班 但是你大部分的時間 太快把事情做完了 才會有閒情在那邊說 沒事拿個東西來 雕雕做一做 所以 我應該把你的目標提高 拿不到 做不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就不給你這個薪水 是這個意思嗎 就是 如果你達不到這個資料的話 那我就會去追究你去做這個工資的事 可是我都達到了啊 我們的 我們的業績也是最好的啊 但是可以在提升啊 可以在向上工作 可是 賣不掉啊 可是他們沒有做 他們是在工作 對 對 他其實 OK 所以 這是可以思考的部分 但是個案裡面的資訊當中 好像不足以完全的導向說 是利用到 上班時間透過的 這邊是個案裡面沒有寫到 但是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考慮的地方 只是在那個地方當中 你要考慮到兩個點 第一個點是 他們公司的寄薪方式是用什麼 他們公司的寄薪的方式 在 在報酬 OK 我不知道你們人館 記不記得這個部分 在人館的薪資計算當中 通常有兩種不大一樣的計畫 第一種是來自於說 是 用時間為基礎的 就是說 做幾個小時 來上幾個小時的班 然後就是拿多少錢 那幾個小時班當中 如果你今天 沒有給我工作的話 那很抱歉 請我也要拿走 這叫做A 常見的計算方式是1 第二種方式是說 像各位的責任制 這樣子的概念 就是說 你要把這個事情做完 不管 你做多久 那同樣的 如果你厲害的話 我三小時都做完了 剩下五個小時 我打忙說 是我厲害 你少來煩我 在概念上面來講 會有這兩種 不大一樣的一個設置 所以那邊可能 裡面有一些細部的東西 可以再來做調整 好 除了剛才這兩種方式之外 還有沒有別人有新的方法 還有沒有別人有新的方法 我覺得這件事情的話 因為這件事情已經犯了 但是我沒辦法去釐清 到底是誰 哪一個人的問題 所以我沒辦法做一個 很有效的情報 那 我覺得這個 就變成說 你如果去做 去針對以前的事情 去追究的話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 所以第一 我應該既往不救 對應該既往不救 對應該既往不救 針對這一次 針對這一次 以後再被我抓到這樣 所以你也是用類似這個概念 繼續 為什麼這樣 你覺得是比較好的一種方法 所以你沒辦法離心 你剛剛離心 前面到底是誰 到底是誰 哪一個人的工作 所以你沒辦法去做一個很有效的情報 是 所以其實是沒有效率的 是 好 很好 謝謝 我的方法 可以得講更好嗎 可以 其實我覺得 我並不會像前面兩位的人說什麼 下過利用的方式 因為我覺得 就像是 至少說 這個廢料的 這個其實 佔公司的這個 其實 蠻小的部分 那 而且其實這算是一個 蠻有特色的方式 就是他們是 把Fame來再用 然後送給 就是 其他長官這樣 而且 他們 剛才前面就有說 他們一群人感情非常好 你可以針對 而且 你還對資深技師 就是提出這種警告 或者是 要求的話 其實很容易會被 底下一群人 有一點 撕一下 反彈 所以我反而可能會試著跟 你沒有權威嗎 你是個領導者 是不會 但是你需要為了整個團體的 秩序跟那種 那種 團結感 是 要衡量這個 比較領性的這種領導 所以你不會想跟他們說 我是主管 所以照我的做 你會想考慮到其他的部分 然後我們會轉向跟公司提出這種意見 就是 這種廢料 每個月或許會有大概一個量 那或許是不是可以讓這些 公司申請 使用這些廢料 就是他們去申請 反而是他們 改成他們會跟公司告知 他們需要使用到哪 這些廢料 然後讓公司去 就知道說這些東西是 都會有被用過 然後 而且這樣可以繼續讓 而且 我剛才有說 我覺得這蠻有特色的方式 事實上 這個人 自衛師這個部門 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氣氛跟文化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覺得這實際 是 我認為也是可以暴露的 你們覺得呢 這個建議你們覺得如何 有沒有聽到 如果是 如果Bio你剛才的建議 跟現在的提案比起來的話 你會偏好哪一個 因為我剛才其實有一個 我剛才跟柏群說是兩個 你跟柏群說是兩個 你跟柏群說是 他們做這件事情 其實是 被把這些廢料變成黃金 所以可以為公司創造 做餘館的時候 都是有機會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 直接 就是跟他們說下次表演 但是我覺得 因為他這個是一個 授飾 如果他今天身為一個 這種廚幹 他要做一個有特色 或是為公司帶來新的 新的利益 然後又同時可以 擁護到他們組織發展 我覺得其實 就是 加持體的這個方法是很好 對他的那個 雖然是不一樣見解 是 只是根據組織商程來 直接否定掉 是 是 好 其實 我覺得你們很好玩的事情是說 你們 好像有不少的人 會把焦點所在說 他只是個暫時的 一個 那個位置很快你就要被掉走的那樣子 那不過 我們想像一下 如果你未來 你不小心 不對 你未來認真的進入到了某家的公司 類似像這樣 除乾的計畫 你在你每一個利益的部門當中的時候 你會抱持的是 我是來看一看就閃的心 還是你會想在每個地方做出點名堂 給別人看的那樣子的狀況 那如果你的心態是像那樣子的時候 搞不好 你真正該選擇的方式會是說 去朝向 怎麼樣讓這個部門變得更好的角度 讓你將來在 往別的部門在調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勳章 當別人在問你說 你過去有什麼特殊事蹟的時候 你不會只跟人家說 我小時候打過Loreal的商業競賽 然後我打到了中戰的第一輪 然後就結束了 我講到很多人心中的最痛了嗎 這樣好像不去說服力對不對 會跟比起來等於說是 我在某個部門當中 我做了什麼事情 達到了什麼效果 效果會更好 所以在我情緒之下的時候 可能心態上面是必須要做調整的 然後再來好第二個 我們來拉幾個可能的禮案 我今天跟那個機師商量完之後 我直接 我沒有聽到像這樣子的可能性 但我在懷疑我晚上的班會有人講這個話 因為那個人最喜歡就是說 這種事情交給上司處理 就不干我的事了 所以呢 另外一種可能會聽到的見招 我再次幫我晚上做演練 那我在猜可能聽到的練習會是說 他說 那我就跟我的主管報告 請我的主管做才是 你們覺得這個方法好不好 為什麼不好 請你來大陸來的主管 因為你進去主管 都要跟主管報告 所以你覺得會給主管一些壞的印象 好 你覺得你的主管知不知道這個事情 應該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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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20年 就算沒有拿過 也應該聽過 就算沒有拿過 也應該聽過 可是他沒有進來 step in的時候 可能代表的事情是說 主管並不覺得這件事情 一 他覺得現在需要利息處理 或者是二 他可能覺得難以處理 所以如果你今天 就直接上去跟主管講的話 這講講好像太奸詐了一點對不對 商場生存學 職場生存學之一是 你要想辦法幫你的主管解決問題 而不是幫你的主管製造問題 所以在那一個scenario之下 你上去的時候 可能得到的答案是 一 你上面的主管覺得 你笨笨的 第二個 你的主管覺得說 你這個該死的 幫我找麻煩 我就是不知道怎麼做才閉嘴 你還幫我掀出來 這叫做自先蒼巴式的 那兩種下場都不好 所以這可能不是一個 很好的方法囉 好 那再來 我們回到第三個狀況 如果我今天跟大家講 呃 就此一次 以後不能再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現在要換過來一道 下面的 這些資深工程師的話 當你們聽到這樣子的話的時候 你們覺得你們會有什麼反應 被挑剔 就爽了 被挑剔的反應 還有呢 除了不爽之外 你還會有什麼樣子 我在公司那麼久了 讓我做一些 額外的休閒課 他應該也不會打穿 所以真的可能不會甩他們 好像 對好像 好像我們 好像我們如果看到門口 有人在抽煙跟他講 這邊不能抽煙 他會繼續抽一樣 然後走到 那些地方繼續抽 是這樣子是不是 還好 那不是義大利人沒關係 義大利人是直接跑到你面前抽給你看 好 所以 看起來 有可能會有一些負面的效果 因為 當事人本身 要注意到的一件事情喔 他是一個較為資淺 但因為某些資歷上的關係 被列為儲備幹部的人 下面碰到了一些牢鳥 牢鳥們是有尊嚴的 這些事人的技工們 他們都有很多的資歷在這邊 還有公司也做了很久 所以 他也認識很多的人 甚至我們講的更難聽一點 搞不好 你今天跟他的上司 勘勘勘完之後 他還跟你的上司的上司 在勘勘一下說 這個人根本不會管在那邊亂插手 所以你可能會有一些負面的一些感受了 那麼 在這種情形之下 該怎麼辦 對於一個主管來講 其實這裡面的考驗 是來自於說 你在Manager這邊來講 你到底要用多tough的功力 把它給拉下來 那麼 在這種情形之下 好 你覺得說 你現在跟這些資深技師來講 這麼多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讓資深技師去知覺到 過去我做這樣子的行為是錯的 你覺得你這樣講完之後 你有沒有能力去說服他們說 這個是錯的 就好像 我們先舉個例子來講 好像 就好像 晚上12點多 你在隧道口前面 那個紅燈亮起來了 你騎過去 一個伯伯把你攔下來 說 欸 少年人你怎麼闖紅燈 這時候你會怎麼樣 RFOL 她擋在你車前呢 撞上去 把你攔下來 喔 好 喔好 她變態 不得好 那我們脾心而論好 轉黃燈是不是對的 當然也是 可是我們悉異微常 我們都會覺得這是一個可以做的事情 corresponds會有類似像這樣的效果 對不對 好 那這種情形之下 你要怎麼樣說服他們 或讓他們覺得這是錯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夜路走過後就會碰到鬼 你就會罰一次,你就會罰 你要怎麼罰我? 反正這些舊的IP之外 所以跟警察根據啊 那個都別的部門的事情啦 在我們這邊一向不是像這樣子 我們是個很大的公司 你覺得會讓他們覺得 你覺得有多大的可能性可以說服他們說你是錯的 讓他們覺得自己不能夠做這個事情 因為這是錯的事情 應該蠻能打得去 然後以前那個判例 以前有人就是叫闖紅燈被警察罰了闖紅燈的罰單 然後呢 你是那個 看到這個故事你會不會繼續闖 你覺得不是自己 對啊怎麼辦 對啊怎麼辦 沒抓到太慘 哪一天吵一吵死了就算了 死了就算了 好 所以有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是說 就理想上面來講 我們最直覺的反應事情是 我們來跟員工講說這個是錯的 但是 如果你真的要預防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該做的事情是說 你要讓員工知道這個是錯的事情 的時候 很難喔 除非你今天訂下來的東西是非常嚴格 讓別人覺得很痛 這樣子的東西 你如果一旦 偷拿這個東西 做完之後 被抓到的話 我就把你file掉 並且把你送到警察局裡面去 這樣你覺得有沒有效 有點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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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覺得這是好的方法嗎 這是個好的方法嗎 就是他過去那種和樂啊 就是 和樂就不見了 會交其他人好像就會不見那些事情 逐漸覺得 為什麼會覺得不見 我就做完 該做的事情就好 其他好像我都碰不得一樣 管其他人 就交別人想說也 所以你會逐漸的跟這個組織裡面 上市的一些 過往當中你會覺得說 我屬於這個組織 這邊都是我的朋友 我的家人 什麼人的 然後現在你一旦這樣玩我的時候 我覺得說 啊這就公貴公司 貴是啊 然後今天放假 本來應該 本來我可以出去玩的 過往當中 可能並不是因為說 我要創造value 而是因為我真的認真覺得 這是我在戶的工資 我怕單純趕不出來 現在我這些東西都沒有了 所以 當我用過去強硬的手段的時候 的確有可能 出來這樣的這些反效果 那 所以對一個領導者來講 在這個時候 他碰到的困難 就是來繼續像這樣子 你明明知道 你該做的事情 可能是像這樣子 但是你硬去把這個東西 推下來的時候 好像有問題 那麼如果你去訴求說 好 這個東西 對於公司很有價值喔 所以你不能夠把 公司的東西偷走喔 你覺得這樣子的說法來講 對員工有沒有說服力 他們待那麼久 我一定知道公司的是什麼樣的規模公司 對啊 而且 像剛剛所談的 就算把所有廢料全部拿下來 一起來賣的時候 也不過我只能賣這一點錢 我現在拿出來的東西 搞不好只值兩美金三美金 就沒有了 好 那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還有什麼手段呢 可能像剛剛講的那樣子的方式 等於說是 我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去扭轉一下說 一方面 我可以讓這個東西是在一個有適度的範圍之下 當然 就個案裡面來講的時候 他並沒有告訴我說 這些工程師們到底偷了多少廢料走 不是偷 是拿了多少的垃圾 來做一些新的東西 但看數字看起來的時候 應該不會太大吧 因為那裡面的單位來講 是用盾在算的 那 基本上工程師可以做一盾的道具 我想這應該不是一個小房間 可以放得下的東西了 好 那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搞不好剛剛提到過的 我 來跟他們談一些新的方案的東西 搞不好是可行多 那 這時候我該怎麼樣子 讓這個方案變得更有意義 你有沒有把你的方案再重新解釋一次 在Beats在你的方案之下 我們再來一起思考 看怎麼樣這個方案變得更好 我剛才講就是 可以跟公司上面申請說 呃 是每個月 允許讓這些機師申請 使用一些廢料 然後 然後 可以讓他們去 就是 做 那些 工藝之類的 你們覺得這個idea好不好 或者 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加上去 還是這樣子就是不錯的idea 就是 可以在期末的時候 不是期末啊 就是點末的時候 可能辦個 展 之類的 就是幫他們做的場地 就是撐撐 為什麼要辦展覽 為什麼 就是讓 讓這個 就是辦展覽 因為他們都是聖誕的 有些覺得他們的藝術品 就是把那個藝術品的價值 整個體現出來 這是一個藝術 好的 好 因為他們平常在聖誕線上做的東西是他們整體一起做的 如果他們有機會可以自己呈現自己的經驗品的話 其實是讓他個人的 個人的價值 跟自己的 所以你覺得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 可以讓他去推廣一個 覺得 更加的彰顯 他自己的一個 self value 特別是來自於 對於這些人來講 就裡面來講的時候 他會不會覺得 會不會覺得自己有點委屈 過往當中 我是在原型論這邊的一個高級工程師 現在你讓我做的機會變少了 讓我只能夠做一般像這樣 零職的單 對啦 我可以做 但是你們都不知道我的厲害 所以就心態上來講 我其實是在下來的 所以這樣子來做的時候 可以提倡一些 所謂的一個self value 的部分 很好 還有呢 好 我們先來講self value 這個部分 好 我們再回來講管理學好了 這個班很多的人沒有學管理學 對不對 那沒有學管理學的人也一樣 有沒有聽過激勵因子保健因子這個概念 你學過了你不算 那個統計組的 激勵因子保健因子 好 那找一個照明的出來解釋一下 什麼叫激勵因子保健因子 就是保健因子就是你應該要給 你應該要給員工 你應該要給員工 就像心事啊 你沒 你 你給了他也會這麼開心 因為我有付出那個時間 可是如果你這樣 更高的獎金等等 可能就會是保 激勵因子 就是你給了可能會增加 補充 激勵因子就是你的員工 他認為他應該得到的 然後 保健因子是員工認為他應該得到的 激勵因子是員工他想要得到的 好 好 在傳統上面 在傳統上面最早大家最熟悉的工具 應該叫做馬斯洛理論對不對 就是一個三角形這樣子五個 然後到早期的早期的觀點當中 他認為說一個人的工作的滿意跟不滿意 是一條線上面的光譜 either是滿意或者不滿意 這是一個尺度這樣子過來的東西 然後 Hansberg的貢獻來講分成兩塊 第一塊的事情是說 他去把滿意跟不滿意當做兩件不同的事情 兩把不一樣的指標 就是說 滿意是一把尺 不滿意是另外一把尺 這兩把尺並不會相互的抵消掉 所以某些時候 你會有那種 你做得很幹很幹很幹 但是你會覺得 我做起來很爽很爽很爽的工作 這是他的理論圖獲勢之一 圖獲勢第二是把說 過往當中的馬斯洛當中的高階需求的部分 把它歸類成叫做激勵因子 然後呢 把低階需求的部分稱為保健因子 然後所謂的保健因子 他認為說這個東西 他跟員工的不滿意程度有高度的相關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給了他保健因子的時候 代表的事情是說 這些是他自己認為我該給 該給我的 如果你少給我的話 我就會讓你不滿意程度變得更高 但是因為是你該給我的 所以我不會有額外的喜悅 這樣子的東西 那所謂的一個激勵因子呢 則指的事情是說 它跟所謂的一個高階需求有關 那麼當我滿足高階需求的時候 我並不期待說工作當中 一定要給我這個高階的需求 但如果可以給我的時候 我會覺得很爽 我的滿意度會很爽 就是在激勵因子 保健因子的概念之下 是用這樣子來解釋的 那套到這邊來講的時候 好 為什麼剛剛講 Self Value這個東西很好玩呢 是因為說 這群人 大家今天 我們想像一下好了 因為現在整個環境 當中也是有很多的 生產線上的人 逐漸被所謂的一些 這個叫做 自動化的機具所取代 他們可能都很有技術 所以當他們被這樣子的 邊緣化之後 會喪失他對於自己的 一個自信跟價值 可是在這過程當中 剛提到過說 我透過讓你做像這樣子的東西 創造你的一些 Self Value 所以換言之來講 等於說是 他得一個自尊 或者自我實現感 被拉上來 所以他可以帶來 員工的一個 較高的一個 滿意程度 那一般來講 在學理上面 理論上面的定義 是來自於說是 當滿意程度變高的時候 只有滿意程度 是可以留財的一個重要的工具 那如果你滿意程度很低 不滿意度也很低的時候 等於說是你該給的都給了 但員工一樣覺得說 我不滿意的時候 他一樣會離職 所以就那個理論來看待的時候 如果用這個方法來講的話 它會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好 來 他們別的東西可以想出來的 讓這個計畫變得更好的 除了他們有一個展覽 然後給他一段時間來做的話 還有什麼東西 甚至可以買 我不知道 我不確定 就是有人 開個小商店之類的 先生或是你都不是 賣給誰 賣給M段 不是 想看來 剛剛他們做的 對啊 衣術品也是可以賣的 OK 你們覺得拿來賣這個idea好不好 好 讓這個東西的價值 超過原本廢料的價值 我覺得 最公開的時候也是非常樂觀其誠 所以賣到的閒事要抽成 賣到的閒事 賣到的閒事 因為那些油門工也沒差 其實我覺得他有什麼 OK好 除了賣之外 還有什麼好的idea 賣這個idea其實是可以思考的 還有什麼新的idea可以做 請記住 我們叫做 倫理與領導課 倫理與領導課當中 會強調一種東西 叫做社會責任 送給一些需要管理 或是賣的所得嗎 就可以 OK 所以這裡面來講 就有很多這些新的變形的東西 可以在裡面被產生出來 但是不管怎麼做的時候 它的重點是 來自於說是 這樣子來做的時候 會不會這樣子做的話 容易造成下面的資深激光的反彈 可能會降低一點 那B 是不是可以去 讓這個過去當中 被視為黑習慣的東西給出來 納入了管制 然後還有第三個東西 事情是可以幫公司 創造更高的價值 所以這裡面來講 像碰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要 等於說 以剛剛的例子來講 這樣子來做的原因之一 是因為說 一 這個行為本身錯誤的機率不大 就是它的後果並不大 影響事實上並不大 它實際上只是幾美金這樣子的東西 但是二 這幾美金的東西 對於公司來講 它本來是一件錯誤 三 這個錯誤對於公司其實是 真的叫無傷大的東西 那為什麼不把像這樣子的東西 轉成去 吸力員工之類的一些工具 那反而會是一種 比較好的一種解法 好 那 來最後一個問題 在各位過去的經驗當中 有沒有碰過類似像這樣子的事情 明明是一件大家都覺得是小事的事 但是我們大家做得很開心 你知道明明是錯 你覺得可能別人覺得會是錯的 但你們大家都覺得沒有什麼 我先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作弊 作弊 敲克這種事情算 除了這種東西之外 還有任何的東西是你們覺得 你們過去經驗當中有發生過的 好我先舉個例子來講 對不起 我不知道有沒有講過這個case 我有沒有講過我在足球場 我的部署偷東西的故事 沒有嗎 好 我以前在英國念書的時候 有一陣子我的工作是在 有一個球隊叫做曼徹斯特聯隊 的球場那邊 然後我那時候做的是 Kiosk的那個supervisor 就是我管那個整層 那個賣東西的地方 有一個區塊是我的 然後在我那區塊當中 我們有一群工作效力很好的團隊 那其中有一組是一群香港人 然後呢 我要和先續名 這群香港人呢 他不是因為缺錢才去打工 這些香港人是因為無聊才打工 他們的休閒活動之一 是去賭場裡面賭博 所以有一次我跟他們聊天的時候 他跟我說 前天晚上去賭博之後 在賭場輸了兩千多磅 然後今天就跑來打工 然後在那邊哀嚎 有一次呢 有一次呢 是在球技快結束 球技的最後一場比賽 那 踢完之後呢 那我就在那邊先走 我在那邊弄些 幫別的Tim做結帳的東西 接下來之後 我接到了一通電話 我才知道說 原來他們在刷退的時候 被我的主管 把他們攔下來抽撿包包 抽撿包包的時候 裡面發現什麼東西呢 好 唸給你們聽 第一個 一坨巧克力吧 這些巧克力吧 例如像KK Chunky 或者Line Bar 或者Yoki Bar 那種巧克力吧 那種東西 然後二 一堆果汁 果汁那時候最流行的是Rabina 是一種藍莓的汁 然後呢 第三種 還沒有煮過的熱狗 他整條把它塞到包包裡 那個熱狗是真控包裝的 可以用 好 然後呢 第四種 我們在擦東西 會有一些那種擦東西的紙 他把那個紙也幹走了 不是 那種 不是 像清潔的紙巾 他把它整 那種很大捲的那種紙巾 他把整捲 都給我塞到包包裡面幹走 然後第五種 還有還有還有 第五種 那種手套 你知不知道 因為我們在包東西 不是要套那些塑膠手套嗎 手套也給我幹的兩盒子 好 然後呢 他們就被抓到了 就打電話問我 跟我說 現在怎麼辦 他說 因為他們被抓完之後 那個主管 那個主管呢 就說要打電話報警 後來跟他說 問他們說 你們是什麼學校的 就要把學校登記下來 然後跟他們說 你們現在先回去 我跟你們學校通報 請他們處罰你 他們就打電話問我說 那現在怎麼辦 好 那我聽到的時候 第一個反應是說 你幹嘛 不是 一群死白癡 然後他會有鬼的事情 你慢慢的 沒有 沒有 因為東西帶走 其實不算新鮮事 被抓到了才叫新鮮事 你們到底怎麼被抓的 我真的覺得很詭異 好 第二個事情是 你們 如果你只拿一兩個 拿一兩個巧克力bar 我想我的主管也不會那麼生氣 但你怎麼連 你怎麼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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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卷的擦手指 你也給人家帶走了 這實在是 不知道你們是來幹什麼的 好 我當然就有問他們 怎麼會這樣子 他們告訴我的理由是什麼 你們知不知道 缺錢 不是 他們不缺錢啊 他們賭 不會賭 他就說那麼多錢 怎麼差這點東西 再賭 爛得買 可以 因為要放假了 所以 怕再過兩個月的時候 不能來球場這邊打工 所以沒有貨可以補 所以再一次 把放假的貨 一次把它都補完 這是他們告訴我的一個理由 好 因為我們 他是私底下跟我講的 他也知道我不會賣他 好 anyway 當然沒有啊 當然沒有啊 那主管跟我屁事啊 我也只是打公仔而已 好 好 然後 那 結果到最後呢 好 我跟他講說那個沒有關係 我跟他說 你放心 主管根本報警也沒用 因為警察根本不會鳥你 那 問題就出來了 為什麼我們知道 警察不會鳥他呢 因為 我是主管對不對 又可以開主管會議 那我就知道說 以前我們那個地方當中 真的有人 他偷什麼東西 你知不知道 偷啤酒 偷了三罐啤酒 然後被那個 被髒到 然後呢 就被那個 前面搜查的主管抓到 抓完之後呢 他真的打電話叫警察 然後你知道警察怎麼說嗎 警察跟他說 才三罐啤酒而已 你不要鬧了好不好 警察說 才三罐啤酒而已 你不要鬧好不好 我們警察是來處理 重大犯罪事情的 你這三罐啤酒 請不要浪費我們的資源 這樣子 人就放走了 所以我才知道說 他不會有事情 好 所以這樣可以理解嗎 就我剛剛故事來講 一 拿東西走是大家的一個 吸引為常的一個關係 然後二 事實上 我們不希望這件事情 會發生 三 所有的人都還是會這樣做 那你們的生活當中 有沒有過類似像這樣子的例子 明明會做錯的事情的 可是大家都習以為常了 你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 你沒有遇過 有沒有人有碰過的 都想不出來是不是 對 高雄二段是左轉 對不起 高雄二段是左轉 高雄四兩段左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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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是一種特殊起法 就是先逆想 然後到天之後再去 對 對 就不用帶轉 對我知道 這個 紅燈右轉也是 OK 你覺得 你覺得該不該算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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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裡我拉兩個地方來看 第一個 好 因為我記得我以前騎車的時候 其實我以前騎車 我大部分 我紅燈 我連騎摩托車 不對 我連騎腳踏車 我都不會紅燈右轉 然後所以我還會被後面的車扒 我就會覺得很 很不爽 很不爽 Anyway 但是 如果大家都覺得說 紅燈右轉是不是不對 或者共同事兩段是不對的 可是我們都會照做 那麼 如果同學管理者來講的話 我到底該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讓這個規矩可以被 可以 讓大家不會犯這個問題 我是要勇敢的開放 紅燈兩段式左轉 嗎 還是這個東西其實本來是不好的 還是 那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避免大家這樣做 這個是我們管理的人 最常碰到的問題 你覺得我們該怎麼去避免 這樣子的問題發生 你要怎麼避免 你要怎麼避免 派警察站高嗎 他說他覺得兩段式比較安全 那個自衛組比較安全 你懂 對 你是高雄人嗎 國台南有 那一樣的還有 那我覺得 既然會這樣的話 應該是有一個便利期待 所以我們應該要順的人 去做 所以他們在 我們在那種順序上 可能在順序上 我們都要做一個 等於說讓他變相的合法 或是你想到過的一個 好 Anyway 這個部分其實我想指的是 您說來繼續說是 其實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有很多這一些 我們其實做得很習慣了 我們甚至會覺得 規矩有點怪怪的 這樣子的東西 那麼當這樣的東西存在的時候 如果你的組織存在 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作為一個管理者 你該做的第一件事情當中 是搞不好並不是單純的說 我要用什麼樣的方法 來讓大家都守這個規矩 我該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先思考一下說 為什麼會像這樣子來發生 那到底是我該改規則 是規則不合理 我來改善它 還是二 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誘導員工去信服 這樣子的一個制度 那是我們裡面來講 最想強調的一個東西 那一般來講 在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常會說 蘿蔔與棍子的觀念 但就現在來講 我們大部分的想法 可能會偏好在 所謂的一個 棍子的地方 除了今天最後的結論當中 想到說 提高瑟菲爾這個部分 是好的idea 是因為他想到了 去用蘿蔔式的方式 來做這個東西 那麼 當我們去做其他案子的時候 很多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多想一些 用蘿蔔的方式 不要盡量全部用棍子的方式 搞不好是另外一個 我們如果作為經理人的話 可以思考的方向 好 那我們今天上到這個地方就好 謝謝各位